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白 那么咱们今天呢 来往一款十分休闲惬意的小游戏啊 行路鼓 那么咱们话不多说开始游戏 嘿 你为什么还躺在床上 你应该赶紧起来工作了 快起来 什么玩意包工头吗 终于 没时间浪费了 赶紧起来工作 拿这些种子 拿这些种子 用F键捡起来 我要 我会在外头等你 好 好宁静的村庄啊 就是空格浇水F也是开垦菜地 然后呢 没事了 哦 就是说要等他们涨是吧 如果你需要去挑水 你需要 你就需要在下头的井来打水 长按F键就能打水 哦 那到现在为止没什么难的嘛 很惬意啊 哦按空格是收取 哦 Shift是跑被我试出来 啊 这个游戏 目前来说也没什么难的嘛 就这样 哎呀 新路股 你仍然可以 你仍然可以使用你的 你可以用R键使用你的什么 啊 这是油灯 啊 也就是还有晚上啊 干 哦 站在这个圆签边缘就可以拿水 哈哈哈 什么动静 那是什么动静 如果你想要跑的话 你应该藏起来 他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要藏起来 这个地方是用来升级的 这个意思就是 咱们可以升级咱们的座物 升级水井 升级桶 升级 我觉得 先把脚步什么玩意练起来比较好吧 那乌鸦阁给了咱们一个树枝 要想死定了 没有 我现在怎么能弄了 我现在就看到了 それで 你交给了咱们去 我过来 咱们来 没有 所以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周围有怪物是吗 怎么把油灯拿出来 等这一批收获完了咱们回屋看一眼 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许你可以带更多的种子 红色的钥匙让你开 让你解锁更高 这个得有 让你可以种更有钱的植物 这个是得有的 然后这两个拿上 肯定是要先有收益 然后再把速度提上来 不然咱们跑不掉 这个声音就是提示 那个爬哥应该就在附近 来了吧声音越来越近了 来 走了吧 走了吧 哎呀操 火蝶你还没走呢 不是这个是要绿色钥匙 紫色钥匙 黄色钥匙 啊这个是红色钥匙 잡了 吱了 热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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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这里只有爬哥这一个怪物 什么声音? поехали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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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油不多了 得买个油啊 uine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心 וri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 所以还有一个小丑 是让咱们把气球给他吗 一个给我气球 一个让我把气球给他 然后都是拿八音盒做提示是吗 呃 戏吧 从头来 关键他那个小丑只让听声变位啊 找不到 找不到就很气人 这个 真的是 这个不用你说 我知道 可是这 还真就是从头来 哎呀太高人了 哦 说 都不 温元晚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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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动静基本上就确定是爬哥来了 看个头 进不来 单走一个64RV 提升坐卧 然后解锁 然后剩下这些全都买高价的 这些树枝啥玩意 原来都是乌鸦从外头雕过来的 然后现在 把这一批中完 然后紧接着中 咱们目标啊 尽早拿到500 然后开始中500块钱的 因为按照定理来说 这500块钱肯定是最贵的 他要是给个500块钱的园子里 只能中那么两三块钱的玩呢 那才是绝了 咱们就可以看见一批中了 好 咱们不够 所以这个树枝傻玩的有用吗 这个树枝傻乱的温暖 96块钱 那直接转 转80 这是橙色钥匙 绿色在这 爬哥来了 过来 活跌 更多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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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ей 嗨 嗨 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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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果然这钱就给的多 然后现在是生作物 生作物 然后不拿点水 得到 得到 手 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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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小手跟哪儿呢 我把灯熄了能获得夜间视觉吗 这下边还有地方 洗了 哎呀这小手咋这么难找啊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认真了 那么哈喽各位 咱们继续咱们的游戏 那么如各位所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 我现在终于 操 算了算了 剩下那一个咱们不要了 咱们不要赶紧闪 经过咱们艰苦奋斗 咱们终于是活过了 活过了很多个夜晚 Follow my song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小手的提示 根据八音盒的声音来提示 然后 咱们现在终于可以买零件滚蛋了 真的是太棒了 皆大欢喜啊 路哥求求你别追我了 路哥路哥看 看在看在小弟一个薄面上 求求你别追我了 几厘米几厘米啊 18厘米 那么在各位看不见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修了两个零件进去了 这其实是咱们最后两个零件 修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撤了 如各位所见 咱们现在进到那个门里 咱们就算结束了 但咱们呢 还是要玩点花火的 来路哥 来过来路哥 路哥加油 加油加油 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烧个鱼 米其林轮胎先生出现了 听着动静 爬哥也来了 不等了啊 咱们上船 哎 爬哥和路哥都来了 哎 哎呀 可惜最后走的时候 画面上没有爬哥和路哥呀 那么这期游戏也就到此结束了呀 总的来说是一款很不错的恐怖游戏啊 如果能少一点像小丑这样的事的需要听声变位 需要听声变位的角色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还算比较友好 你像路哥 就很多人都觉得路哥比较难 但我觉得其实路哥比小丑要简单 这是实话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那别忘了视频下方 点赞硬币创造关注 我是大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